大家好 這裡是新唐人大紀元聯合進行的中共疫情追蹤節目 我是扶搖 我是秦鵬 好的 現在是中港臺時間2020年5月18號晚上9點 美東時間上午9點 全球通報確診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數超過482萬人 死亡人數接近31.7萬人 美國確診病例超過152萬例 死亡超過9萬人 紐約的西部地區和首府奧巴尼周邊的地區準備重新開放 佛州的迪斯尼購物中心將會在本週開始營業 美國總統川普週日接受了採訪時重申 美國不會對已經達成的貿易協議重新談判 他目前不想和習近平通話 在被問到武漢病毒實驗室時 他表示 我們有很多信息 而且是不好的信息 川普表示 無論人們說病毒來自實驗室還是來自蝙蝠 它都來自於中國 它們 也就是中共 應該是阻止病毒 它們原本可以將病毒阻止在發源地 而川普政府加強了對中共的譴責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批評中共在武漢疫情爆發之後 任由武漢人搭乘飛機前往世界各地 勞工部長也暗示 疫情緩解之後將會重新評估美中的經貿關係 前議長吉里奇撰文稱讚密蘇里州起訴中共 文章列舉了起訴書指控中共 在病毒爆發後的種種惡劣行徑 如果勝訴的話 該州可以向中共索賠440億美元 而在5月18日、19日召開的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WHA上 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和中共對陣 要求對疫情進行獨立調查 以及邀請台灣參加WHA 讓中共惱羞成怒 中共一直強硬拒絕針對中共肺炎疫情進行國際獨立調查 但幾天前 大陸官媒突然鬆口 稱世衛組織WHO正在討論派團前往中國進行調查 日前 中共駐英國大使又突然對外聲稱 歡迎由中共控制的世衛牽頭進入武漢進行國際調查 而吉林市豐滿區出現了中共肺炎的本土確診病例 這裡被調升為高風險區 而豐滿區政府5月17日下令全城封城 那麼城內的小區以及城外的村落落實實施封閉化的管控 禁止人員的任意出入 吉林市的書籃市 吉林省書籃市也是因為爆發疫情升級為了高風險區 凡是在公安局大樓上班的職員以及他們的家屬 全部都要隔離 需要從各省抽掉一些警力來維持日常的運作 那麼公安局的這個洗衣女工的母親 染疫去世多天之後 官方才隱瞞到18日披露了這個新增的死亡病例 此外 在上海也通報了一例 由湖北省輸入的本土的確診病例 那麼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內容來和大家一起探討 我們來看到最新的消息 日前是有網傳的一段視頻顯示說 在瀋陽463醫院5月13號上午10點左右被封閉了 大門前已經是設置了隔離帶 有多名保安在現場執勤 醫護人員和病人都不讓進 記者是17號致電醫院周邊的商戶和市民 有民眾就說整個醫院都被封了 是因為醫院裡有護士被感染了 也有人說院裡的醫護和病患都隔離在裡頭 那麼463醫院是全稱是解放軍第463號醫院 隸屬於中共的北部戰區的空軍部隊 也是三級甲等醫院 而吉林市豐滿區是出現了中共肺炎的本土確診病例 疫情被調升為了高風險區 那麼豐滿區政府是5月17號下令全區封城 城內的小區和城外的村落實施封閉化的管理 禁止人員的任意進出 而各城內的小區以及城外的村落 外來人員和車輛是一律禁止進入的 並且是嚴控人員的外出 每戶家庭每天可以定時的指派一名家庭成員 外出一次採購生活的物資 除了生病就醫、突發事件等等需要之外 不可以離開小區和村落 人員的聚集性的活動是一律暫停舉辦的 餐飲店原則上禁止堂食 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舉辦任何形式的聚餐活動 同樣是吉林的消息 蘇蘭也是因為爆發疫情升級為了高風險區 凡是在公安局大樓上班的職員和他們的家屬 全部都要隔離 目前是需要從各省市抽調警力來維持日常運作 之前公安局這名洗衣女工的母親染疫多天後 官方隱瞞到18號披露新增了一例死亡病例 此外 政府大樓有三樓 是因為一名確診的病例導致三樓的全部工作人員都被隔離 截至5月16號的24點 蘇蘭公安局洗衣女工的關聯感染鏈上 確診的病例已經是上升到了34人 有當地的居民就介紹說 現在蘇蘭公安局大樓的所有人以及他們的家屬 在8號就全都被隔離了 他們目前都集中在吉林市 現在從吉林全省調動公安人員 機關人員來蘇蘭上班 那麼蘇蘭本地的公安幾乎全都不用了 我們再來看到國際方面的消息 那麼多家以色列媒體時報導說 當地時間5月17號 中共駐以色列大使杜偉突然死亡 終年58歲 針對杜偉猝死的事件 中共使館尚未回應 環球網報導說 以色列外交部發言人證實說 中共駐以色列大使杜偉是在當地時間17號早晨 被發現 死在了他自己 位於特拉維夫郊區關底的床上 那麼杜偉之前是擔任中共駐烏克蘭大使 今年2月剛被任命是中共駐以色列大使 他已婚並育有一子 但據信說他的家人並不在以色列 那麼是美國方面的消息 我們看到有兩名美國的國防官員說 在西奧多羅斯福軍艦上這個13名水手 在康復之後返回了船上 而且又出現了復陽的現象 那麼羅斯福號是之前從3月下旬以來 一直滯留在關島 羅斯福號的船員是在關島隔離了一個月之後 在4月下旬開始陸續地返回到船上 但是儘管兩次測試都是陰性之後 在5月初水手們又依然開始出現了 顯示出中共病毒的症狀 比如說有咳嗽和發燒的症狀 官員表示說 這13名檢測呈陽性的水手已經下船了 並且又被回到隔離到關島上 我們再來看到美中貿易戰的消息 那麼也是因為疫情似乎是有再起戰火的意思 美國總統川普16號晚間就發表推文說 指責中共政府利用世貿等國際組織為其牟利 截至週日 中國大陸以外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數達到470萬 美國確診超過151萬 根據美國多家媒體報導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預測 美國經濟從疫情中復甦仍需時日 可能會持續到2021年底 這場席捲全球的中共病毒瘟疫 讓川普經濟奇蹟一息之間被破壞 川普總統16號晚發推文再次劍指中共政府 他在推文中說 為什麼幾十年來 中國的人口比我們大得多 為什麼指向世界衛生組織 聯合國 更糟糕的是 只給世界貿易組織支付了很少的錢 還被認為是所謂的發展中國家 因此被享有比美國和其他國家更巨大的優勢 在瘟疫從中國傳入之前 我們的經濟使所有人震驚 是所有國家中最好的 我們的經濟將再次那麼好 很快 除了世衛 此次川普再提世界貿易組織 給予中共的不公平待遇 並外界關注下一步川普政府可能對華採取的行動 此前 川普政府指責世界衛生組織為盡職責 發布中共政府提供的虛假信息 導致病毒全球大流行 川普於上個月宣布暫停向世衛提供資金 對於媒體報導 美國計劃恢復對世衛的部分資助 川普表示 減少之前向世衛提供資金的90% 只是目前在考慮的選項之一 還沒有最後決定 美國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最大資助國 每年提供4.5億美元的資金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 我們看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呢 在接受布萊特·巴特的採訪時強調說 了解疫情的爆發地點是研究疫苗的科學家們的關鍵 他指責中共是試圖破壞保證疫情透明的基本原則 他說每一個國家都有責任來保持疫情的透明度 蓬佩奧還重申說 美國將對中共造成全球大流行的行為進行懲罰 與此同時 他表示 我們將選擇精準的機制 確保川普總統有機會充分地了解情況 做出決定 而美國也有越來越多的議員發聲譴責中共隱瞞疫情 造成了病毒的全球大流行 我們看到美國的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 他的辦公室就發表了一份聲明說 中共政府威脅克里斯·史密斯 那麼聲明中說 中共政府通過宣傳機構《環球時報》 對史密斯等幾位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進行恐嚇 說要制責那些推動美國向中共追責的美方官員 僅僅在史密斯議員所代表的新德西州就有1萬多人 死於了中共病毒 引發的肺炎疾病 北京不能繼續掩蓋 繼續撒謊 現在又靠威脅來阻止我們 獲求獲得真相 此前 史密斯主持了60多次關於中共 侵犯人權的國會聽證會 並且譴責中共的強迫墮胎 酷刑 宗教迫害 勞改和活摘器官等等惡行 在5月18號、19號召開的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 全球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與中共對陣 我們看到中共病毒疾病蔓延的全球 已經是在WHA史上第一次以視訊會議進行通話 WHA是世衛的最高權力機構 每年開一次會 決定世衛的政策方向 目前在澳大利亞推動對中共初步處理危機的調查建議下 歐盟起草了一項法案 呼籲對中共病毒進行獨立調查 決議案會在5月19號提交給世界衛生大會 這項決議得到了歐盟有27國 非盟有54國 還有印度、日本、俄羅斯、英國、加拿大、新西蘭、印度尼西亞等116個國家的支持 這些成員國將會推動世界衛生大會通過這項決議 對中共病毒大流行進行徹底的獨立調查 其中 中共的老朋友俄羅斯和非盟 也加入了這項決議 引發了很大的關注 中共一直強硬地拒絕針對中共肺炎疫情進行國際獨立調查 這個問題想請秦鵬先生和大家討論一下 幾天前 我們看到大陸官媒突然鬆口說 世衛世界衛生組織正在討論派團要前往中國進行調查 日前 中共駐英國的大使也是說對外發聲 歡迎由中共控制的世衛牽頭進入武漢進行國際調查 就是說這個情況說明了一個什麼問題 中共是不是說怕了國際的壓力了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還不是這麼簡單 從目前來看的話 中共其實很清楚 就是毫無疑問這個調查實際上是不可避免了 因為如果不讓這個外界進入調查呢 那麼毫無疑問就像這個歐美這些國家一定會對它進行制裁 沒錯 那麼這種打擊下的話它實際上是受不了的 而且從道義從這個國際我們叫準則方方面面來講的話 其實都是解釋不清的 但是呢同時來講的話這個時候說開始鬆口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的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中共這段時間其實已經做好了準備 那麼我們看到呢在這段時間內 中共呢是看在國際上 它有一些很合作的一些專家 合作一些人 它實際上是發表了很多對中共有利的一些講法 包括呢有在國際上有一些研究呢 中共是現在也是做了一些自是而非 這樣的一些這種解釋 所以這種情況下從理論上來講 它有了一定的準備 那麼從我們叫物證這個角度來講呢 中共這段時間其實也是做了很多 把這些物資啊或者這些原來的痕跡 方方面面進行了銷毀的一些工作 那麼包括呢就是中共自己講說 在2月份的時候 他們呢是做過一次 就是關於武漢病毒所的一個調查 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那麼外界其實都認為說 這樣是去進行這種毀式滅跡去了 就把好多消息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來講的話呢 它就是中共呢 既然說要被調查那怎麼辦呢 它就肯定是要去選一個它信任的 這樣的一個這種夥伴 這個時候WHO就成了它的一個這種選項 否則的話呢它就只能說 接受一個別的獨立調查團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它可能在想辦法在運作 說這裡邊的參加的人 或者將來參加了一些流程等等的東西 就跟我們之前看到在 在這個 中共在之前調查這個武漢那個的時候 它所做的這樣一個預言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恐怕這個後邊呢 還是不是很樂觀 所以恐怕呢這個外界 還會需要給它進行這種 角力或者是進行這種壓力 才可能說有一個更獨立的 可觀的一個調查 是 沒錯 我們看到現在是有外媒報導說 中共已經是開始間接的承認說 當時已經是銷毀了病毒樣本 那麼就是之前呢 我們看到就是說 世衛組織的這些專家到達武漢之後 有的人是並沒有去這個藏地 它所謂的這個藏地 就是說病毒的這個爆發區 那麼接下來就是說 它的這一個調查 會不會阻止說澳洲 牽動的這個獨立的國際調查呢 從阻止的角度來講的話 它就是試圖變成一個這種 所謂的獨立調查 變成一個可控調查 或者是一個這種 對它更有利的一個調查 那麼這個時候的話 就是它肯定要安排它的人 在流程上甚至到做一些預演 比如說就像我們知道 好多中共的這個 到各地去視察的時候 那麼這領導人呢 都會安排一些這個人 甚至這些官員 在那去演這個戲 說看起來大家說 有沒有問題 或者有什麼樣的問題 都提前做好那種台詞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中共是那個非常清車熟路的 是好我們就是持續關注 這個WHO的這個 就是說調查的進度 我們再來看到也是WHA的一個消息 那麼中共國家主席 習近平呢是在這個 世衛大會的視頻會議上呢 是開幕式上致詞宣布了幾件事 我們也要請您 就是和我們大家一起解讀 那麼第一個是說 中國兩年內將會提供20億美元的國際援助 用於支持受疫情影響的國家 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抗議 以及是經濟社會的恢復發展 就是說習近平的這番話 是不是中共想要挽回疫情 對於其他國家造成的一些損失 想要和國際社會繼續保持這個 維護這個關係 就是20億美元 您覺得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我覺得它其實不是為了挽回損失 它其實是為了挽回中共自己的面子 面子 對 因為從損失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目前造成的損失實際上 非常龐大的一個數字 是 就5月15號我們看到 是亞洲開發銀行做了一個評估 它認為呢就是整個的這樣的一個疫情 最終造成多大損失呢 是5.8億到8.8萬億美元 到8.8萬億美元這之間 也就是說和這個20億中共承諾的 而且是兩年內投入的這樣一個20億 這個相比來講 完全是個杯水車薪的一個東西 起不到太大作用 起不到什麼作用 那麼同時它也說 中共病毒這個疫苗的研發完成 而且是將投入使用 在之後呢 將會作為一個全球公共的產品 就是說實現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 以及是可擔負性做出中國貢獻 所謂的這個中國貢獻 您覺得這個說中共的疫苗 在民間其實大家都是持一個比較擔心的態度 因為之前發生過很多次這個毒疫苗的事件 那麼這件事情您要怎麼看呢 從這個我們看到這種不好的疫苗 或者是這種質量很差的疫苗 實際上對人的這種危害 要大於這種疾病的這種危害 為什麼呢就是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任何的這種瘟疫 它實際上有一個感染率 比如說來講的話那個就是 現在來講美國非常厲害的 就是紐約市它呢是現在是800萬人 大概有170萬人多的話呢是感染了 那麼按照死亡率來講的話 大概比目前來講的話 它是2%左右對吧 1%到2%這之間 那麼如果說是這個毒疫苗 它的話是那個時候 它是種在所有的這些這個健康人身上 那麼如果說是有1%的 這樣的一個這種問題率 那麼死亡的人會達到多少呢 比如說是800萬人是8萬人 那麼同樣的說比如說是中國人 假如說都種上了這種毒疫苗 那更可怕14億人的話 如果是17%的這樣的一個問題率 那麼死亡的人就是個 這也是個非常龐大一個數字 絕對要超過本身這個疾病帶來的 所以的話呢就是這種 疫苗的這樣一個好壞來講 我覺得實際上是更攸關 這個全球健康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種所謂的開放 知識產權就是成為全球公共 產品等等這樣的一些說法來講的話 我覺得一般的國家恐怕還不敢用 也許有些貧困國家也許敢用 就跟我們看到前一段時間 那個在口罩外交的時候 它實際上裡邊很多殘製品 假如說這個醫生的用了的話 那實際上反而把自己弄得更危險了 是就是說這種 就是說疫苗就是進口到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是不是要進行 額外的一個檢測 從我們看到全球的這種疫苗的 就是或者醫藥呢 它和醫藥的這樣開發的流程 其實是一樣的 那麼一般的這些國家呢 事實上它正常要檢測的時候 它有自己國家的一套的 這樣的一個我們叫核准流程 就是全球基本上都是仿照的 我們看到美國的FDA的這樣的一套 中國也是經過1717的臨床驗證 那麼其他國家的到了美國它不承認 同樣的中國的就是對來自於美國的 它也不直接承認 它也必須在本國做完這種 臨床試驗等等的1717做完 所以最後它才能夠成為一個合格產品 或者叫上市的產品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就是說中國的這個疫苗 毫無疑問其實在這些發達國家 是不可能被用的 所以只有這些我們看到那些不發達國家 那些窮國家 它可能呢是也許會考慮到這些省錢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也好的話呢 它也許會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目前的我們叫 國際開發的這樣一個流程 是 那麼說完這些也想問問您 為什麼世衛這次是邀請習近平來致辭 而不是邀請現在是世界標榜的 這個抗疫成功的這個臺灣 或者說是海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而且檢測力度是最大的美國 來進行這個致辭呢 這個的話呢我覺得應該去問譚德塞譚書記 因為這個時候的話其實不是說讓一個國家來去宣誓 它對全球的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承諾 或者呢是所謂的要建設人類健康共同體的 這個時候最關鍵的實際上是抗疫 那麼也就是說呢這個時候看看如何進行防控 也就是說要請這些相關的做得好的國家和地區 對吧包括臺灣包括這個我們叫德國等等 這些來講的話呢進行這種交流 然後大家看看研討怎麼去做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同樣的的話呢就是在這個時候的話 建立全球的一些這種我們看到信息共享等等 這樣的一些這種價值會非常大 而到今天的話中共實際上還沒有真正的去把真實的 這種疫情的信息開放給全世界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讓中共去表演說它要對全球的五大承諾 其實我覺得那是相當於就是還是進一步的表明 中共的這個和WHO的這樣的這種關係 實際上是非常特殊的 完全來講看的話這個譚德塞等人完全是在去中共 在做事情而不是所承擔的是一個世界衛生組織 實在加上的一個角色 沒錯 我們再來看到就是說臺灣的情況 感謝您的分析 那麼臺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是在5月18號宣布說 臺灣境內已經是沒有新增病例了 已經是連續11天零確診 36天無本土案例 目前的臺灣是有440例確診 分別是有349例的境外輸入 還有55例的本土病例 以及36例的敦目艦隊 那麼目前的確診個案是有7人死亡 此外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還宣布說 這一次第73屆的世衛大會 將於臺灣時間週六晚上 也就是晚上6點舉辦 那麼臺灣是一直都沒有收到邀請函 我們看到指揮官陳時中也表示說 已經是努力到了最後一刻 在這樣的國際會議 沒有辦法分享臺灣的經驗給全世界 我想這是全世界衛生的損失 而且是沒有辦法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 對我們也是不利的 那麼他對此感到遺憾不滿 會向WHO的秘書處提交一個抗議函 來表達自己的嚴正抗議 我們再來看到波蘭作家 維克多 他的一個近日接受臺灣中央社的專訪 那麼他表示說 獨裁政權最大的問題就是說謊 他特別舉例說 這次疫情爆發之後 中國武漢市的這個市長周先旺 曾經在受訪時表示說 疫情無法及時的披露 和中共中央不願意授權地方官員 公開信息有很大的關係 他表示獨裁者一定會說謊 說謊是在獨裁者的本性之中 不誠實已經變成了一種習慣 而疫情讓中國乃至於全世界的人民 都看到了中共政府的試圖隱瞞 這可能是中共崩盤的一個警訊 而近日美國的國會山報也發表了 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 戰略研究教授布拉瑪的一個評論文章 說如果沒有掩蓋 中共為何反對調查 他在文章中也指出 如果中共頑固地拒絕外國調查事實的真相 那麼中共政權面臨衝擊 切尼拉教授還認為 調查中共肺炎疫情的成因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這不是從中國傳出的第一種致命的疾病了 早在2003年對於SARS疫情的掩蓋 就曾引發了21世紀首次的全球大流行 因此深入地了解最新的病原體 如何擴散和傳播是至關重要的 好的 那麼我們接下來先短暫地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我們繼續關注疫情的更多消息 來到海外才發現 能了解真實的信息是多麼的幸福 新唐人報導國內的真實情況 對於我們華人來說很重要 支持新唐人 讓更多的人看到真實的資訊 和你我相關 新唐人 中共한足处的統治法在中国共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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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主国共和国共和国民主党在补论中 从五十年到十年来,我们有无法装断建立即是在90%的病毒 世界民主要知道,如果香港总冒会了,国国总冒会了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existential risk of humanity, period. Since the CCP took power, 80 million people have died from its policie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They're using our institutions and our norms and our values against us in ways that we hadn't necessarily envisioned towards our own authoritarian agenda. From the Party's great firewall in cyberspace or to that great wall of s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ore repression, more unfair competition, more predatory economic practices, indeed a more aggressive military posture as well. If we do not meet this threat now, it's going to define our century. Strength to stare square into the darkness. Fear recedes when we possess knowledge of the good. When we say no to the evil, we can stop it. Compassion we were given. We strive to be strong in order to be gentle. Our deepest desire is to care and to love. To be replied pure. Hope you can give Denmark fre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握实事真相 请上YouTube查询世界十字路口 唐浩 好的 欢迎继续收看 我们看到国际方面的消息 德媒世界报5月17号报道说 德国政府早就不信任来自中国的信息 比已知的早很多 但是很晚才意识到病毒的危险 那么在今年年初 联邦政府罗伯特科赫研究院 就明显低估了中共病毒带来的危险 在1月底 罗伯特科赫研究院院长维勒 在一次卫生委员会会议上 就谴责中共不透明的信息政策 联邦卫生部长斯潘也在2月会议上提到 来自中方的数据不可信 这个问题想请秦萌先生和大家一起解释一下 就是世界报星期天 还有巴伐利亚州的广播电台都报道说 尽管联邦政府内部存在很多担忧 但是我们看到德国在2月初 还是把国家储备的应急用的防务物资 出口到了中国武汉 直到2月底 他们才意识到中共病毒其实也危及到了德国 而德国的联邦情报局也是认为说 由于中共隐瞒了疫情 导致国际社会失去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来准备应对中共病毒 这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 这个病毒的特点 其实是超过了人原来的知识的想象 那么也就是中国政府中共 是不是可以不分免责呢 对它不分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病毒 它是确实有很多地方的话 并不是过去的人们对于这种瘟疫 这样的一个理解 它有太多的这种 我们看到人类没有掌握的这种特点 不可控的地方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也一直这种观点 就是说在初期的时候 那么地方的这些官员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 包括的一些医生 他们在这种处理这种疫情的时候 他也并不见得是说 非得要把这个事情 他知道说将来会蔓延到全球 然后把这个事情弄大 只是说他们这种 对这个现有的知识的理解 或者他们的这种习惯性的 掩盖真相的这样的一种 中共共产党体制下的 这种必然的一个动作 导致了它就是要掩盖 然后最后导致了全球蔓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有 不分上来讲 有可以理解的地方 可以理解的地方 对 但是中共不可理解的 或者是必然要追责的地方 是什么呢 是它的掩盖 就是说一个病的话出现了之后 我们看到它假如说有问题 然后它及时的假如说信息通报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其实全球即使遭到了 很大的一个损失 实际上那些受损失的国家来讲的话 我们也看到 也不会说是对中共这么的愤怒 今天这么大的一个 全球的追责的呼声 很大的一个程度上 是因为中共的这种掩盖 那么在初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这样的一个信息 一方面它对老百姓掩盖 对医生掩盖 然后对全球进行掩盖 一直在讲可防可控 然后同时它又在上全球性的去扫 这个口罩等等这些物资 那么导致了后来的整个 全球性的这种物资的化紧缺 也就是死亡了很多人 那么包括很多的医生护士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看到 它在这个真实的这种数字 就是包括这种确诊率 死亡率等等这些方面 它有异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处理 怎么样的处理 比如说来讲的话 它就是不确诊 那么对一天的话 只发放两千个这种试剂盒 事实上的话 它可能是有几万人 在那去等着这种要去检测 那么它这方面有意的克制这种 另外一点的话 即使它检测出来 它不告诉全球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 诊断的这种感染的数量 死亡的数量 到今天的话 我们看到中国全国通报出来的数量 是个签单位为单位的 包括在武汉 我们看到也是这个 非常少的一个数量 两千多人 对吧 那么在 可是呢 在全 就是全球性的来讲的话 现在是三十万人 那么在中国的那么当时是 晚了那么长时间 而且掩盖那么长时间的话 死亡率 所以没人去相信 我们知道的话 今天可能通过各种渠道算出来 大概保守的估计 大概是在四万到六万多人 对吧 所以这种信息市值上 对于这种全球防疫 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要去进行一个 模型的这种模拟 然后呢 去测算说将来会蔓延到什么样 一个程度 传播速度有多快 这个实际上是对于疫情的防控 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在初期的时候 关键 而恰恰中共在这些地方 进行了这种隐瞒 所以的话呢 也导致了后来的全球性的 这样的一个大蔓延 没错 那么就是说这个 接下来武汉进行的这个 十天大会战 您觉得它的这个数字 会不会真实的公布给大家呢 从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武汉大会战 我们看到好像是在卡壳了 就是很多地方 我看到在停了 停了 对停了 所以呢它目前的话 它这种检测 也我们看到的 也是很多问题 比如说来讲的话 它上面检测的话 第一是不会告诉 这个被检测人 第二呢 是我们看到它很多的 比如说是小区有几千人 有六千多人 然后呢 它拿到了这个 就是试剂盒 它试剂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也只有几百个 所以它这个到底要怎么去检测 然后呢 有人讲说 它很可能会把这有一些 比如说20个人为一组 或多少人为一组的话呢 混到一起 然后进行检测 检测结合 之后的话 再对这些可能是进行这种隔离 什么处置啊 等等的 反正这些东西 到底是怎么样子 我们还在观察 但是呢 对于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它的处理能力来讲 第一 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处理完 第二 从出发点上来讲 就是昨天还有一个观众的话 就是给我们的前台打电话 告诉呢 说他认为呢 是中共是 要借这个机会 就是防止在两会期间出现问题 就所谓的这种维稳的这样一个心态 因为他70多岁了嘛 他是经历过中共的很多风风雨雨的 所以他认为这个 那才是主要的一个目的 是 我们看到现在武汉全市进行的 这个十天大会战呢 已经是中共病毒的大筛减嘛 武汉市民就担心说 在接受检测的这个群聚过程中 会被感染 而周六呢 钟南山也是承认说 武汉当地的官员 当时是隐瞒了疫情 但是让人觉得颇有甩锅的意味 中国大陆吉林省的中共病毒确诊病例 持续增加 吉林和书兰相关官员接连落马 激励彭飞被免去书兰市委书记职务后 吉林市载有公安、卫健部门等 5名官员被免职 在疫情爆发的源头武汉市 卫生当局上周末确认 自4月8日封锁解除后 出现第一批新感染病例 并开始全市大排查 当地时间周六 武汉民众聚集在诊所 和其他设施的露天病毒测试现场 据武汉市疾控部门人员称 此次核酸检测 主要由第三方检测公司完成 目前武汉市内有63家核酸检测机构 386家采样点 每日检测能力为7万人 武汉市约有1100万人口 外界质疑 10天内几乎不可能完成全市筛检 也有武汉居民担心 在接受检测的群聚过程中会被感染 而中共国家地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周南山5月16日在独家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第二波疫情的风险仍然很大 采访中他证实 武汉地方政府曾向公众掩瞒关键的疫情资讯 他说当时当地政府并不想说真话 他们在疫情初期保持沉默 周南山是指今年1月18日 他前往武汉调查疫情 在全球各国质疑中共系统性掩瞒疫情的情况下 此说有向地方甩锅的意味 与此同时 世界其他地区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街道在周日空无一人 当局准备为抵制病毒蔓延而进行另一周的封锁 俄罗斯当局周日通报 境内新增9709起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达28万1千例 累计死亡2631人 西班牙卫生部周日报告 单日新增死亡87人 是两个月来首次单日增长降至100以下 死亡总数攀升至27,650人 确诊病例为277,719例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周六表示 西班牙政府将寻求将紧急状态再度延长至6月下旬 意大利总理孔特周六宣布 逐渐松绑该国全球数一数二最严苛的防疫封锁措施 允许6月3日全面开放边境并恢复境内旅行 是意大利复原之路上的重大里程碑 意大利累计确诊22万4760例 累计死亡3万1763人 在亚洲 泰国周日开始实施第二阶段的放松限制措施 重新开放了购物中心和百货商店 顾客被要求扫描QR码 并在政府平台上注册 为恶阻疫情 泰国从4月初到5月底 禁止所有商业航班入境泰国 尽管疫情趋缓 但未防疫情扩大 泰国将禁令延长到6月底 截至周日 泰国累计确诊3,028例 56人死亡 新唐人记者延峰 疫情综合报道 好 我们来说一下 钟南山对于CNN接受采访的事情 他是说当时抵达武汉之后 接到了许多医生和以前的学生 打来电话警告他说 当地的疫情情况 比官方所声称的要糟的多 也就是说他事先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说秦鹏先生您觉得 他说他当时一直是请当地的人员 给他真实的数字 但是他们不愿意说 而他还说从1月23号开始以后 我想所有的数据都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1月23号之后 是中共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 中共中央公布的这个数字 那么外界还是持怀疑的态度 他这一次把这个矛头又指向了武汉 您觉得是不是在向地方甩锅呢 首先的话呢我想说这个钟南山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认为他是个英雄 因为 萨斯的抗议英雄 萨斯的抗议英雄 但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个这种吹哨的 是那个真正的是原来301医院的这样的一个老军医 蒋言勇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官方的报道是说 他在1月18号带领这个国家高级专家组 到了武汉进行调查 然后呢是发现了人传人 然后会去向中共最高层报告 报告 所以呢最后才发现了 就是最后采取封城啊或者采取措施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节目很早的时候 我们就讲这是一个骗局 这是一个骗局 这是一个骗局 因为从目前所透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 综合分析来看呢 中共早在12月底就知道了这个东西人传人 因为从目前呢 就是官方报道的是张继先 是这个就是湖北省第一人 从报疫情第一人 他是湖北省新华医院 也名叫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这样的一个这种那个主任 所以呢他那个时候他就讲说 这个一家三口 然后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然后呢而且是 老两口得了病之后 儿子回来家照顾 然后得染了 他因为当时这个张继先就说 这一定是人传人 没错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后来的这个当地 是把这些人转移到了这个新丁潭医院 这是武汉市唯一的传染病医院 就是说知道是人传人 然后呢在12月31号 就是国家第一批的这个高级专家组呢 到了这个武汉进行调查 那么他第一个所做的也就是叫做流行病学调查 所以毫无疑问是一定能够查出来说这个是人传人的 是 那么第一步的还有一个证据是什么呢 1月3号就是国家卫健委发了一个文件叫做三号文 就是讲到了说销毁这个样本 然后呢是并强调呢说疫情防控期间 不得善地对外发布消息 如果说要发布论文的话呢经过审核 这个疫情的话这个疫我们都知道 中文这个疫就是止传染病嘛 是 对吧 所以这实际上也证明他们知道 那么到1月7号的时候 习近平这个是发指示 对吧 所以他说要这个防控 中共同时要这个叫保护 保证这种春节期间的这样的一种和谐气氛 那其实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封口 对吧 那么1月6号的时候呢 中共CDC呢是讲了说要 把这个定为二级内部响应 这个其实还是证明说是 二级内部响应是类似于SARS的那种级别的 也就是说事实上也证明是人传人 所以这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动作来讲的话 都证明这个钟南山实际上 不过是中共后来发现疫情掩盖不住了 然后呢 那又不能说之前我们全部在撒谎 对吧 所以呢 就能演一个戏怎么呢 就说我们之前不知道 因为之前的武汉通报出来的消息来讲 他也一直在说不知道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要演一个戏 让钟南山所谓的一种专家的身份 去把这个锅给揭开 然后呢 让大家去相信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事实上 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作为他说今天还是没有掩盖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毫无应用也是在撒谎 因为到今天说到底死了多少人 全国到底多少人感染 现在今天看 中共还是在全部在撒谎 对吧 是 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1月3号 也是说华春莹 他说向美方通报数字的那一天 从那一天开始的 那么也是非常可疑的一个点 我们再说一下 就是说当时武汉市长周先旺 是曾经对央视说 中央并没有给予他地方说话的权利 而今天周南山说的说法呢 是说地方没有告诉他实话 说这两个说法是不是太矛盾了 对毫无疑问的话呢 就是说作为地方来讲的话 他会有一些这种掩盖的一些信息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时候 武汉市 它是为了保证武汉的两会 湖北的两会 就要求这些医院呀 有些信息是不相报 所以数字上会有撒谎 或者有些信息上会有掩盖 包括对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人 包括第二批专家 包括东南山等等有掩盖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不是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是说 中共高层到底知道不知道 这是根本问题 所以呢 拿那么一两个医生 或者一些做的 这种严好的一个戏来讲 去说整个是因为地方掩盖 导致了整个疫情的中央不知道 所以导致了整个责任 现在是在地方 这个其实是一个骗局 那么同样的呢 作为周先旺 其实他反而是说的大实话 因为我们从看到 目前透露消息来讲 从1月7号的时候 习近平就接手了 是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从我们知道中共官场来看 周先旺没有任何权利去公布 或者做相关的这些事情 而且呢 周先旺只是一个市长 按照中共的这样的一个 官僚体系来讲的话呢 书记才说了算 你比如说 在疫情的 在整个武汉两会期间 到底通报多少例 这种确诊感染等等这些 那么周先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是 对 甚至来讲的话 他这个武汉书记都没有权利 因为是湖北的书记 他可能才会决定这些事情 没错 我们看到现在呢 东北地区那边 也是疫情爆发了 而且是有几名官员 都是已经落马了 那么现在四月之后 中共官方又在武汉 进行这个十天大会战 就是说似乎是 在由中央带头进行抗议啊 那么今天 周南商的这一番言论 是不是说中央 要着力处分地方官员的 一个信号呢 从目前来看 我们没有认为呢 说他还完全是要把这个 甩给地方 因为 或者要处分新的官员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 是武汉市委书记 以及呢湖北的省委书记 他已经是落马了 对吧 当然还没有进行处分 所以呢 很可能 未来也许会把这些 有些责任推给他们 那么从这个大的环境上 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 就是中南山这个时候的话 又开始接受 CNN的这样一个采访 说呢 是地方如何对他隐瞒 然后呢 今天是没有撒谎 我觉得更多的来讲的话 还是他是出于一个 中共的党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 是受命来接受采访 目的的话呢 还是要去 把未来责任 假如说要国际上 要追责的时候 就把责任推给地方官员 然后呢 或者地方的这样的 我们叫卫生 实在不行 再推给卫生系统 这样的话呢 还把中共最高层 给他指摘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目前来看 他是有这么一盘 大的一个旗 中共最高层在下这么一盘棋 所以说听您的这番解释 好像就是说 中共好像是抗议的时候 他在前方 但是呢 如果是国际追责的话 可能要把地方 又拽到前方去了 对 我们看到就是说 钟南山提到 这个二次爆发 您觉得是不是说 有这个可能 而且中国到底 有没有做好准备啊 其实我倒觉得 现在恐怕已经是出了问题 所以他开始 还开始讲二次爆发了 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武汉 是已经有些 爆出来 已经有群聚感染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 就是整个全国性的 他又爆了 有七里 对吧 然后呢 在就是东北那边 有很多多地呢 已经是这种封城了 所以从全国性来讲 已经是看起来 是不可能完全控制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 相当于他出来放风 说有二次爆发 怎么等等的 其实原来就没有完成制住 所以说他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对 好 我们来关注国际的情况 感谢秦鵬先生的分析 我们看到因为中共的隐瞒疫情 导致这个中共病毒全球的传播 包括美国在内的 有多个国家的经济 都是受到了重创 那么穆迪分析公司的一个报告 就显示说 在疫情缓解之后 美国德州的奥斯丁市 和北卡罗来纳州 达勒姆市等城市 由于人口密度较低 和受教育程度高 经济是最有可能 从病毒的打击中迅速恢复的 报告是审查了美国排名前 100位的都会区 其他能够快速恢复的都会区 还包括加州的圣河西 明尼苏拿州的明尼阿博利斯 丹佛 沿湖城 以及华盛顿特区等等 我们再来看到 有一位17岁的 美国的高中生 西夫曼 在几个月前 他创设了一个 中共肺炎疫情追踪的网站 用来搜集和中共肺炎相关的讯息 而且还引用了各国政府 以及卫生机构的资料 定期更新确诊死亡和复原的人数 我们看到这个网站 非常受欢迎 目前每天大约都有3000万个访客 迄今已经是总共有7亿次的网门量 曾经是有人出资800万美元 要在他的网站上投放广告 但是被他拒绝了 他说我只有17岁 我不需要800万美元 我不想成为谋取暴力的人 不过他在网站上设立了一个捐款的按钮 雇人们可以自由的捐助 那么这一位学生也是非常的有爱心 我们看到 随着中共病毒的大流行 已经是导致了全球航班停飞 那么国际运输协会的首席执行官 亚历山大朱尼亚克就表示说 国际航空业要到2023年才可以恢复正常 但是在珀斯工作的国际航空专家托马斯就表示说 根据目前全球对疫苗的测试和推广 他认为全球的航空业 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就能实现正常的运营 随着世界各地中共病毒的疫情缓解 从纽约州到意大利 再到西班牙等等这些疫情的热点 都是逐渐解除了限制 被困达数月之久的数百万人终于是输了口气 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回到了海滩公园以及街道 享受着户外大自然的美好 另一方面 从德国到英国再到美国的抗议活动也越来越激烈 他们认为地方政府的限制破坏了人身自由 并且是破坏了经济 在美国的密歇根州 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都爆发了要求州政府重新开放的抗议活动 5月16日有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上街游行 抗议政府施加的限制 而波兰警方则发射了催泪瓦斯 驱散华沙的抗议者 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略微放松 对英格兰的封锁之后 周六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也是爆发了抗议 警方就逮捕了19人 理由是他们故意违反社交疏离准则 好的 我们来短暂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和您继续关注疫情的更新情况 站住 这闺女怎么办呢 有麦克兰啊 这还有天灵啊 你不能不管他们了 你安什么心啊 我让他走 他家怎么会我的照片 这是该你看的吗 五大宗教 军不可 你父亲就死在我上了 这个仇 我必须得报 我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放下你的武器 你动 你这个人可真不懂事 我这剑已经在弦上 收不回来了 快 关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发生机了 干杯 法轮大法是教人向上的高德大法 所有善良的人都会一起见证 世界同归美好的 大一天 来到海外才发现 能了解真实的信息 是多么的幸福 新唐人报道国内的真实情况 对于我们华人来说 很重要 支持新唐人 让更多的人看到真实的资讯 和你我相关 欢迎回来 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 欧洲人民党主席韦博 在周日就表示说 他支持通过禁令 限制中共利用疫情趁机收购欧洲的企业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报道 欧洲议会第一大党 欧洲人民党主席韦博 5月17日谈到 欧盟如何应对中共病毒疫情等相关问题时表示 中国代表威权专制 希望扩张自己的力量 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大国 就经济 社会和政治而言 中国未来将是欧洲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 微博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提出 建议欧盟颁布禁令 在未来12个月的时间里 禁止中国投资者收购受疫情影响的欧洲公司 另外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博雷尔16日发表评论文章 指中国试图利用 欧盟27个成员国中不同的观点 推进中国模式 它蹲挫欧盟各国维护共同利益 抵制中国对欧盟的分化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日前澳洲因为提出了要求独立调查 中共病毒疫情的起源等问题 是遭到了中共的报复 澳洲的贸易部长周日就表示说 希望和中方对话将会保留 把中国告上世贸组织的权利 周日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汉 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上 呼吁中共回应商讨如何缓解 目前的贸易紧张局势 澳洲政府今年4月 倡议国际独立调查 中共病毒疫情起源等问题 随后中共驻澳大使呈敬业威胁 中共会因此抵制澳洲产品 以及澳洲留学业 5月12号中共宣布 截日起停止进口澳洲 四家肉类公司的牛肉 并考虑对大麦征收80%的高额关税 在受到中共的经济报复后 澳洲总理莫里森15号表示 澳洲将坚持对中共病毒来源的 独立调查主张 牵手民主价值观底线不做交易 17号澳洲贸易部长伯明汉 对媒体表示 澳洲愿意进行讨论 但如果中共对澳洲大麦加征关税 也将保留在世界贸易组织上 对中国提起诉讼的权利 薄明汉也表示 中共官方在进行 令人难以预料的贸易干预 由于中国市场的风险性 将迫使澳洲商人开拓其他市场 使出口市场多元化 新台人记者雨婷 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 是在周日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采访 谈到说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情况 以及美中的贸易关系 他重申美国不会对 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重新谈判 而且他目前也不想和习近平通话 提到了病毒实验室 他表示说我们有很多的信息 而且是不好的信息 他说不论人们怎么说 病毒是来自实验室还是来自于蝙蝠 它都来自于中国 他们也就是中共应该阻止病毒的传播 他们可以将病毒阻止在发源地 那么川普在采访中 还谴责中共在疫情严重时期 允许自己的国民到海外旅行 导致了病毒的传播 但是却关闭了中国的边境 禁止外国人进入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受到了疫情很大的冲击 而俄罗斯也面临一个很艰难的时期 海外的每个国家都是 那么秦蒙先生您觉得 川普昨天还再次警告说 如果美国和北京完全切断关系的话 美国会节省5000亿美元 那么关于美中贸易的这个细节 您要怎么分析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从川普的这样的一个上任之后 它一直是试图在美中贸易方面进行改变 就是在贸易平衡 以及是消除原有的这种强迫技术转让 和盗取知识产权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事实上是从打了两年贸易战 最后实际上是签了一个这种半调子的贸易协议 就是后来只是呢是在2017年基础上购买 增加购买呢是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商品 然后呢还有小府的就是承诺不搞这种强迫技术转让 类似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让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对川普其实是没有达到目标的 那么但是呢因为川普呢他是考虑到会有连任的 或者是就是希望股市稳定 以及呢希望兑现对农民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所以呢即使这样呢如果说是整个顺利发展呢 所以他事实上也是还是能接受的 还是能接受的 还是能接受的 可是呢问题在哪呢 第一他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赌上了实际上是对习近平本人的一个信任 他说他现在不想和习近平通话 对所以他这里面其实是表达了一个信号 就是说在过去来讲 他试图是把习近平本人和中国共产党给分开 他认为的话呢就是习近平可能表现出来的 是还是不会完全和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本质是一样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认为呢 说这个贸易协议的话 中共会相对来讲是遵守的 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中共呢 第一从整个贸易协议来看呢 他还是不想遵守 从现在呢他又想重新进行谈判 第二呢就是从对习近平本人的一些期望来看 从这个大瘟疫爆发之后 整个的所有的过程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其实看不出来 说习近平和这个中共有什么区别 就他事实上来讲 中共在这个整个过程就是完全在欺骗他 是 而且到今天呢还更严重 就是说完全是在 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 还有其他的那种纸媒网媒的都在痛骂这个川普 把他就当作一个这种反人类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罪犯来去指责 就是好像是他反而造成了这个病毒蔓延似的这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大家都看在眼里 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谈贸易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了 没错 好我们来看一个医学方面的情况 感谢您的这个精彩的分析 我们看到星期日有报是报道说 有一个研究小组呢是在2020年5月2号 在Bioarchive杂志上是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中共病毒非常适合在人体中生存 研究人员非常好奇说人类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一款 单一的高传染性的病株 那么文章还表示说呢 他们的研究没有发现中共病毒有从动物传播到人体上的证据 因此他们的论文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公开的现存的基因数据 无法证实中共病毒是从动物传播给人体的 但是中共的疾控中心的网站一直都是宣称是这样 那么中共病毒是从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传播到人体上的 而世卫组织也支持这个说法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的情况 那么随着中共病毒疫情是蔓延了全球 口罩也是成为了一个紧窍货 那么口罩的原料熔喷布也是一匹难求 有浙江的一家卫生公司用品 就是向江苏的一家纺织公司购买了一吨的熔喷布 发现是劣质产品要求退货 遭到了拒绝 而江苏的质量部门官员却声称说 熔喷布生产在中国没有国家的标准 熔喷布是口罩的核心的原材料 那么今年以来 由于中共肺炎疫情在海内外的蔓延 口罩的需求是暴增 导致了熔喷布价格是一路飙涨 甚至是日涨数万元 那么在一本万利的诱惑之下 有一些小作坊就开始铤而走险 做起了生产劣质熔喷布的生意 而中共病毒已经是爆发以来 多个国家就反映说 从中国进口的口罩是不合格的 好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 大纪元新唐人疫情追踪的直播节目 那么大纪元新唐人一直是秉持独立报道的原则 站在各种事件的第一线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我们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 和我们探讨最新的情况 也欢迎大家提供信息给我们 让全球了解这场疫情的严峻 并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的节目是在中国大陆的 晚上9点到10点全球直播 欢迎您通过网络留言 或给屏幕上的邮箱地址 发送邮件告诉我们您的反馈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欢迎大家周一到周六 中港台时间晚上9点 锁定我们的中共病毒疫情直播节目 感谢秦鹏先生的分析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了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